天津杨柳青古镇在天津西部 从北京自驾车到古镇大概一个半小时车程 按导航走还是很方便的 直接就能开进古镇的停车场中 停车费白天每小时两元 相对北京来说算很便宜了 杨柳青古镇始建于明代 是因为大运河而繁荣起来 最知名的特色是杨柳青木板年画 还有风筝简直等民间艺术 现在的古镇就是类似各个地方兴建起来的房谷古镇 进古镇是免费的 宠物可以进 但是里面收费的景点宠物是不能进的 古镇里主要是各种餐饮和小吃 卖的和全国的都差不多 说实话这种景区的小吃 还不如既显真正的老百姓夜市经济实惠好吃 而且各种广播的叫卖声特别大 生他自家的叫卖声被别人盖住 已经噪音污染了 逢年过节古镇也会组织活动 比如过年有灯会 武艺期间有传统的武术表演 天津可谓是传统武术之乡 最早天津卫是驻军的 所以有上武的传统 古镇里还有年画馆 石家大院 民俗文化馆这样的收费景点 可以在古镇的游客中心购票 游客中心有几个景点的连票会有优惠 注意70岁以上才免费 而且杨柳青年画馆 北京老年证是没有用的 必须身份证才行 游客中心里不仅售票 里面还有商店和卫生间 古镇收费的民俗文化馆 也是在游客中心中 在游客中心一层大厅的右侧 也就是南侧 是民俗文化馆的入口 金金记一卡通和锦绣花呗卡 可以用 直接合验完就能进了 注意伊拉堡后面有电梯 电梯被伊拉堡挡住了 很容易错过 老年人可以乘电梯先上二层 年轻人您走楼梯就好了 民俗文化馆共三层 从二层开始按顺序参观 四层结束 共分六个篇章 电子讲解是40元 人工讲解会更贵一些 民俗文化馆二层就一个篇章 主要是介绍运河的兴起 带动了杨柳青古镇的发展 随着运河的兴盛 城镇的发展 南方的年画艺人到了古镇 逐步开创和孕育出了 天津特色的木板年画的制作记忆 年画在古代属于居民常购的商品 一是起伏 活跃气氛 二是类似现在的装修 对居住环境的美化 民俗文化馆三层 首先是香店富足这个章节 主要是介绍了古镇临水 交通和运输发达 当时的居民生活水平算是不错了 展示了各种生产工具 生活用品 还还原了一些生活的场景 比如书房 婚房 结婚的仪式 还有天津拴娃娃的习足 就是从道教的庙宇 把泥人制作的娃娃带回家 是种求子的祈福 生了儿子 这个尼儿是大哥 孩子只能称二哥 三层第二章是商业发达 还原了当时古镇上的各种店铺 还不错 感觉比北京的民俗博物馆 要好一些 北京的特别喜欢讲宏大的历史 百姓的生活说的比较少 不过北京很多展是免费的 民俗文化馆四层 首章叫赶大营商 就是左宗棠凭回乱收复新疆 部队需要补给 民间的商人为了挣钱 就把物资运到前线售卖 天津的商帮算是当时补给前线的最大的商帮 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开拓边疆的先驱 然后四层介绍天津的戏曲 天津的精细 还有许多天津的民俗物品 最后是古镇的飞衣展示 除了年画 还有泥人 风筝 剪纸艺术 这些都还不错 整个民俗文化馆参观的时长在一个半小时左右 个人觉得凭年票免费的话可以逛一逛 民俗文化馆开放时间是早八点半到下午的五点 到杨柳青古镇的公交车呢 最方便的就是天津地铁二号线曹庄镇下 A口出 出了以后您走过节天桥 马路对面乘八尔四路 在杨柳青古镇下 下车以后您往回走就是古镇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看看我的橱窗 其实我们已经在那边的橱窗 我们已经去分枪了